各位標為你們好,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差不多是十點多了,豬仔才拍到第三條我推介的手錶 今天因為有些事情要做 這一隻是Limited Edition Oring Star Automatic的全自動機械錶 Semi Skeleton的手錶 之前就介紹了一隻都是Moving Blue的系列 這隻是同一個系列,都是Moving Blue 不過它就不是Modern Skeleton 它就是Semi Skeleton 沒有那麼複雜 上次那隻有些標迷說太複雜,很花巧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 今天介紹這隻Moving Blue 有一隻限量版,很特別,很漂亮的顏色 可以看看大家 它這個中文是海天一色相連 海天一色相連的意思就是 這個標面的藍色 就是襯托著這個標帶的藍色 再加上神希的金黃色 就是用了這個玫瑰金圈去表達 這個Moving Blue系列就是一個2022年的9月份出的Limited Edition 全球限量60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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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看外型很漂亮 還有呢,是細裝來的 細裝的標面 玫瑰金圈 好,看看正面 正面是一個 12點位置就是一個羅馬數目指 它用了一個藍色的標面 這個藍色很漂亮 很高尚 另外呢 就是 那個羅馬數目指 在12和6 都用了一個羅馬數目指的指釘 你看到 PowerServe Indigator 就在這個 6點位置 12點位置的羅馬字下面 就是有50power的動力處 有6點位置 寫著了Oring Star 有Oring Star的Logo Oring Star的Logo 是凸起的 而Oring Star 和Automatic 就是一個私印的 6點的羅馬字 6點都是用了羅馬字去顯示 這隻是用了一個F6R42的機心 這個動力處能去到50小時 而正負值就是正25-15 這個時間 其實都用過東方的標迷都知道 其實呢 它很準很準的 對 非常之質量高 還有呢 對比的價錢 它都是性價比高 那麼好了 這隻標 雖然是一隻斯文標 它都有野光 我試一試的野光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在一些時分針 和黑度後面 有一點點都是有野光的 當然 它不是一隻潛水標 它就沒有潛水標 那個野光那麼強的 但是一隻JazzCode的標 也有野光功能 也OK的 那好了 你看一下標針 它的標針 就是配上了這個 玫瑰金的 還有呢 這個標圈 也是一個呼應 玫瑰金圈的呼應 那你看到 黑度的內影 都是一個層次感 上面的黑度內影 那些 在黑度後面 就是一些點點 就是一些野光點點 那你見到 那個指釘 都是凸字來的 都是凸字來的 那你見到 那個野光 前面的黑度 它 除了是一個凸字的指釘之外 凸起的指釘之外 它還是一個有打磨的 四邊都是光深的 中間做拉絲的 那你見到九點位置 做了一個Open Heart 是一個 我們叫開心 開心的手錶 是的 Open Heart 那這個開心的手錶 就做了這個 Moving Blue 它做了這個 拋光的 是的 在這個 當然沒有F7這個打磨 但是做了光深的拋光 都挺漂亮的 做出來 那錶圈位置呢 就用了這個 玫瑰金色的去襯托 那玫瑰金色呢 都給人的感覺 都是比較高尚 比較高雅的感覺 那還有呢 它是用了一個 藍寶石的玻璃錶面的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都很清淡 這個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都相當清 這個錶面真的不差 好 那好了 錶腳位置 看一看 錶腳位置 就做了拉絲 跟著呢 旁邊選了一條拋光的 拉絲選了拋光 又做了選拉絲的 你看到 拉絲選拋光 選拉絲 那錶觀位置呢 都是做了一個 Orende Star的Logo 九雅的紋 那錶帶 那錶帶方面呢 看一看 錶帶方面呢 都是做了一個藍色的錶帶 搭配這個 moving blue的顏色 藍色 那錶帶 都是用了一條 壓紋的車線錶帶 那這裡呢 就是 有一個Orende Star的 蝴蝶接扣 做了私人的Orende Star的紋帶 另外一頭呢 就是一個修身的皮帶 都是一個車線的壓紋皮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個孔 我買過給男士的手錶 亦都買過給女士的 兩個都不需要打孔 女士都不是 都是苗條的 對了 男士都是苗條的 上次買的那個都是 那 那個 手錶都是不需要打孔的 那以豬仔14.8cm的手錶 都是不需要打孔的 還有兩個孔 好 反轉錶帶給大家看一下 那錶帶呢 一條真皮的錶帶 裡面都是藍色的 做了20m的皮帶 裡面都寫了 印有Orende Star的 Logo 錶帶方面呢 Efford的機心 都有做一些工業風的打磨 例如板橋位置 有做一些魚輪文的打磨 而駝位置都做了 這個日內瓦的 日內瓦文的打磨 也都寫了F6R4的機心 F6R42的機心 Water Resist 做了10個巴的防碎 Limited Edition 全球限量600隻 有寫著的 有獨立機身編號 在這裡 好了 也都寫了Safire Crystal 藍寶石玻璃表面 最重要的三個字 Made in Japan 這隻東方星 Orende Star 是日本製造的 Moving Blue 好了 給大家看看 Limited 真的是Limited 不是吹水 Limited 然後沒有限出 因為有獨立的機身編號 但不能選擇號 朱仔都不能選擇號 好 以往就是 就是 之前 2019年 每年9月都會出 當時是2000隻 但是 今年 2022年 這個Limited Edition 的Moving Blue 只剩下900隻 你見過定價 差不多是 79,000多日子 這是日本的TED 很漂亮 這個錶身直徑 說一說 這個錶身直徑 是39.3mm 而厚度是12mm 整隻錶都是比較斯文的 80克 一點都不重 朱仔拼上手 給大家看看 我就不屈條皮帶 拼上去給大家看看 感覺 很適合朱仔的手 39.4mm 而且很漂亮 真的 真心漂亮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就可以聯絡朱仔 朱仔手上有兩隻現貨 是 之後可不可以再回來 我就不敢說 因為它是Limited Edition 600 如果有興趣的 就可以找朱仔 那多少錢呢 外面就賣4千多元 應該 我忘記了定價 你先計一計 7萬多 8萬日圓 錄算 那好了 那朱仔推介多少錢呢 朱仔推介 3780 3780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你就千萬不要錯過朱仔推介 因為 蘇州過後 真的沒有停搭 因為這個是Limited Edition 買不回 而且好像聽聞 那些錶都想加價 其實 朱仔都忍了很久 沒有說了 我不想因為這個原因 推動你們去買錶 希望你們真的喜歡 買到自己喜歡錶才去買 這個玻璃錶面 它不是SAR圖層 而是AR圖層 但也很清 你看這個角度看一看 也很清 東方的質素真是高 老實說 真的高 你看到很清 你現在看過面 而且很立體 好了 Moving Blue 3780元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就可以在內容那裏 找朱仔的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朱仔 甚至打給朱仔 也可以 你可以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 查詢 朱仔會盡快回覆你的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標迷 朱仔需要你們支持 讚一下我 給個讚 或者如果你還未訂閱 盡快訂閱 按鈴鐺 一有新片出 第一時間通知你 Moving Blue 系列 Limited Edition 這個系列 就叫做Orian 的Moving Blue Semi Skeleton 如果有興趣的 聯絡我 3780 多謝